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一个开拓业务困难的国家 尤其是对欧洲人来说 您可能会不习惯通过商业聚餐和社会参与的方式来进行业务联系 我假设这封邮件的发送者从来没有去过日本 那么通过访问日本的行程可以视您了解的机会 我第一个建议是 如果您周一早上有会议的话 不要赶时间在周日晚上才到达 您可以提早到商周三 周四到达 因为临夜赶飞机会让您十分的疲倦 您需要时间去休息 而且重要的是 您还可以有时间参观一下日本的城市景点 假设您去的是东京 大阪等 这些日本的大型城市 下面一点要说的是 在日本从事业务的话 个人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您需要和您的合作方或者客户建立牢固的个人关系 有必要花费时间一起吃个午饭晚饭 每次会面未必都是为了谈论业务的发展 甚至在你们的前几次见面中 业务话题都不会被提及 接下来我认为 尊重会是在日本进行业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份 因此需要准备好倾听 保持谦逊的态度 要知道 您这不是在欧洲 就是简单地过来洽谈 提出业务 签署合同之后就离开 因为在日本进行业务 很重要的就是要搞好关系 只有关系稳定之后 您的业务才能够更好的发展 可能在某些夜晚 您还要与很多的参与者一起进餐 攻除交错 互相了解 甚至都不会知道 谁会是您的下一个潜在的业务合作对象 本期办公室政治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主持人马修斯蒂文斯 这里是与杜高斯贝电视合作推出的节目 请记住办公室内发生的种种事件 我们都可以在此分析讨论 再见